我是做梦也没想到,对面茶餐厅10分钟卖出60份的招牌甜品,椰汁西米糕,原来制作方法竟然这么简单。 首先锅中水开,倒入60克西米,搅拌一下,避免糊底。 煮至这种小白心,关火焖15分钟,过一下凉水,更Q弹。 碗中倒入500毫升牛奶或椰汁,放50克白糖,再放300克这个甜品店都在用的菠仔糕粉,配料表很干净。 只有木薯和玉米淀粉。 我的主业有很多教程,它还可以做很多好吃的甜品。 充分搅拌至无颗粒状态,过滤一下口感更细腻。 将煮熟的西米倒进来,一起给它搅拌均匀。 盘中先刷一层油,然后将西米浆倒入蒸盘,开大火上汽之后蒸30分钟即可出锅。 放凉之后就很好脱模了,冰凉爽滑,Q弹软糯,奶香浓郁,真的很好吃。 大小朋友都喜欢,特别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天。